大家早安 我每天早上都會有過敏 尤其是我覺得季節交替的時候 特別容易有真的很討厭 就是早上一定會一直打噴嚏 我的鼻音好重喔 Anyway 今天我要帶你們去看看我的星期一 最近呢我報名了馬術課 馬術課就是騎馬課的意思 操控的 我一直一直很想要學怎麼騎馬 因為我就覺得很酷 然後騎馬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覺得 然後因為最近沒有那麼忙 所以我就決定 好就是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這樣好了這樣比較亮 就是以前我可能會覺得 嗯...這種事情或是 比方說旅行什麼的 那種事情可能等到我比較有空的時候 等到我比較有錢的時候 等到我比較老的時候再去做吧 不知道就是這個是以前的想法 可是最近開始我就覺得 嗯...就是想做什麼就現在去做 我想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我覺得會工作很重要 可是你也要會享受生活 就是最近的一個體會 我跟你們說其實我還是 蠻害怕的 因為其實我很怕高 然後上個禮拜我們有先去試試看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天啊這個馬真的是太高了 那隻馬是最高大的馬 然後我一直覺得我要掉下來了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克服這個恐懼 我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是的 好吧 那我們就看看今天會怎麼樣 加油 現在要騎車去那個騎馬的地方 然後我在等我妹妹來 妹妹跟媽媽也會一起來 欸來了 嗨 好那我們就出發囉 掰 這地方很漂亮很舒服 然後今天也沒什麼人 我覺得我好像應該要綁個頭髮對不對 綁一下頭髮 然後後面這裡就是馬場 給你們看 嗨 哈囉 早安 漂亮 這隻狗狗一直跟著我們很可愛 這要穿裝備是安全帽跟背心 我們先學怎麼幫馬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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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教練 護膝喔 然後不要在馬馬的正前方綁喔 他的腳一往前踢 被踢到 所以要他的側面 在側邊 然後盡量就是 對像馬馬這樣姿勢就很好 就是 一定要保留隨時可以逃跑的時間 就是他都只是不用 然後我可以趕快出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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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 現在要上碼囉 妹妹先吃個咩 上碼之後我們來聽一下 上碼 大家可以體驗可有上碼嗎 我們可以踩到最高一點 然後左手附在馬鞍的這個 這台位置 左手都輕輕坐下來 因為體重都不穿太重 所以可以往下揚 不太可能會對他們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很明顯的我看起來非常沒有自信 而且笨手笨腳的 但是沒關係 這只是第一次嘛 熟能生巧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練習時間 其實我覺得學中文也是一樣 一開始你一定會很沒自信 很害怕 但是你只要願意多找機會練習 你就會不知不覺的習慣了 然後你的中文就會越來越好 加油 下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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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然後 剛剛就是練習非常基本的 哦 就是讓他前進啊 還有讓他停啊 轉彎 這些的 好吧 然後他們現在要回去了 辛苦他們了 好吧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vlog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大家想學習多一點 台灣的漢文 和發展 要建立的 教學 請教我 在我的 欣賞 給你 帳 下課